一个不爱你的老公这五句话常挂在嘴边 他是吗 婚姻就是平淡的岁月中把爱情熬成了亲情 然而却有很多人在婚姻中挣扎 常有读者朋友私信我说 我怎样才能知道老公爱不爱我呢 如果老公真的爱你 不需要你一遍一遍的追问 更不需要证明 在他的行为中竟能看得出来 一个不爱你的老公 这五句话常挂在嘴边 他是吗 一我妈说你做饭太咸了 我妈说我妈说 自己没有主见 一切听从他妈妈的 更谈不上有真情实感 如果真的爱你 就会在你婆婆面前袒护你 更不会总是拿着妈妈做谎的 来给你提各种各样的要求 二你好好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就行 挣钱的事交给我 每一个说我养你一辈子的男人都可能是个骗子 他用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剥夺了女人的自由 你可以在家当家庭主妇 但是当有一天 你成为黄脸婆的时候 被他嫌弃时 连买一件漂亮的裙子都要伸手向他要钱 还得看他脸色 三我累了睡吧 当你晚上睡觉时想和他亲近一下 总是被他一句我累了给挡回去 或者是吵吵了的事 那么是他身体真的累了 要么就是他对你没兴趣 连碰你都不想碰你 四你烦不烦我不想和你吵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 有时候女人在家确实会有点唠叨 但这其实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 真心爱你的老公不会无视你的一言一行 不想和你吵是因为他觉得你烦 五你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还有什么用 你十月怀胎忍着剧痛给他生了孩子 他的每天24小时都照看 而他每天回来就会在孩子脸上亲上一口 抱上几分钟就开始看电视抠手机 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并没有什么经验 有时候孩子生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你心急如焚时 老公却在旁边冷冷的埋怨也没用 婚姻中女人要学会独立 不要把男人作为自己世界的中心 把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